好的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来玩一下PS4的勇者斗龙创始小玩家 也可以叫它建造者 而这款游戏的话 之前我是在PS4上的那个体验版上 给大家展示过这款游戏 这个游戏的话 它内容有点像MC 它这个 它的一些 这个 游戏内容啊 应该是在PS3上 不是PS3了 这个PSP PSV上面 大家应该已经玩过了 因为这个好像PSV上面也有中文版 PS4呢 这一次可能是提升画质内容 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个 就是PS4的一个平台上面了 本来是掌机上面的嘛 它这里有写到很多的一些游戏 游戏的一些东西 包括它只能一个人玩 不能多人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只能一人游玩 然后游戏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啊 非常非常的丰富 总体来说还是应该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之前的话 其实那个海贼王我那边是有录的 然后不小心把那个视频给删了 这个拆的条又找不到嘞 找到了 这海贼王我有拆封的 但是录完之后 不小心把单反 微单里面那个视频给删了 如此熟练的拆盘技巧 好 拆盘掉下来了 天呐 这暴力运输啊 这是两张 有两个密码的 一个是 创始小玩家送的东西 和风套组 樱花术 史莱姆方块配方 怪物战斗券 设计图套组 抢先下载代码 还有一个是这个活动邀请啊 这个我 按掉了 这个是 勇者斗套组 创始小玩家 插勇者斗套组 怪物先进 啊 这个 上市 携手 同庆 史莱姆娃娃 送给你 然后凡 这下面有写到 凡购买 勇者斗套组 创始小玩家 啊 这个 记包装内的一个活动 密码 啊 然后扫描 下方的 QR Code 然后下载游戏 啊 怪物先进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手 手游吧 我觉得 并呃 输入这个活动密码 可以获得 这个一个东西 啊 这个 应援留言 票数高的 50名玩家 可以免费 获得 史莱姆娃娃一只 啊 反正我是拿不到的了 对吧 好了 他就是这两个卡 啊 一个那个特点嘛 特点就是那个 樱花套组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说明书 啊 游戏怎么玩的 创造 复兴 以及收集 啊 收集创造 以复兴 然后呢 他是 啊 操作模式是 之前我们玩过了 介绍过的 还有这个 啊 创造我们的城镇 以及创造武器 防具陷阱 与怪物战斗 啊 都是很不错的 一个游戏设定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游戏 壳子啊 就包括这个 东西盘啊 什么的 就看到这里吧 就这么一张盘 那么我们就 马上进入游戏了 废话不多说了 这次游戏 是 游戏 这次游戏 是 这次游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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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